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表示 最终投票以5票对4票的结果 一举推翻总统川普的决定 主要原因是大法官们考量到 并非DACA政策本身是否妥善 而是发现到川普政府 在制定联邦政策的过程中 并没有达到法定程序的要求 也就是说法官们判断出联邦机构 并没有遵循程序要求的规定 且联邦政府也没有充分考虑到 梦想生的困难之处 而面对这样的结果 参议员迪克·德斌 也在第一时间表达欢喜与肯定 这早上 一分钟前 最终的法官 帮助了一笑 和一笑的感情 至近700,000的年轻人 在美国的美国 这早上 最终的法官 预定了 在17月17日 的DACA计划 由川普政府 为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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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意思呢 这意思呢 这意思是 这些700,000 DACA保护的 人员 可以继续 在美国的工作 20万名又年就到美国的梦想生 全都松一口气 且有工作许可的梦想生 也依旧被允许 可以每两年 延期一次的方式 申请设案号与工作许可 并且不会被遣返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排除掉当初是 合法入境美国 或成年之后 与美国公民结婚 获得绿卡等情况 曾经违反以上规定的梦想生 依旧无法合法留在美国 而面对这样的结果 总统川普则推文表示 糟糕透顶且政治意味十足的判决 从最高法院接连出炉 这对身为共和党党员 或保守派 且深以为荣的民众来说 就像面对散弹枪当面炸开一样 东西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